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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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持人 謝謝這個官方 為了參加今天的盛會 剛剛我們所說的主任 提到的聯誦 從地方、各方面做得非常重要 那我今天呢 大概從宇文的角度 是比較領情的設計 來跟大家分享 各方面在針對人員轉型 將來在人員的治理 設計應該是一樣來微光 那我們知道這個 已經很明顯 就是2050年全球要進入到一個波炭 最後要邁入到一個波炭 那這個大概是還有30個左右的時間 那當然要來努力 那現在已經很多國家 包括10個以上 都要宣稱2050年監督 一定可以立法 那有很多的產業呢 它都是宣稱 公平均 或者上個國 所有都非常影響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未來面對的一個情境 那麼在最近呢 那麼2017年的經濟學 諾貝長的組 Wiland Mowhouse 2013的組 或者1957年 才前幾篇 那麼翻譯成公路 好 那 那麼它裡面書中提到 那麼人類 現在要面對這樣的一個 全球波炭 大概有三個策略 第一個就是要 推動這個負炭的科技 要典賴科學界 跟工程界 專家 第二個呢 要透過碳定價 給這個碳排放一個價格 排碳就是能 減碳就是效益 第三個就是要喚醒國民的認知 讓我們知道真正解決問題的 是在於科學的 這個負擔的科技 可是呢 真正要讓這個解決要落定了 那麼其實是要社會的科學 就看定價格的機制 因為現在人 能夠解決問題的成本都很高 技術都很高 成本都很高 大概要超過一百塊一頓以上 這根本不可能有商業化 所以怎麼樣過過看定價呢 那麼讓它能夠 就拿到它經濟成本效益 那現在很可惜的是 這個碳價還很低 那全球在推動這個綠色金融這一塊 也大概四千億 這要推的話大概兩兆四千億 所以它只是零頭 還有兩兆 這個錢還沒掛到對不對 那更重要的是民眾呢 在這個議題裡面是自身之外 所以呢 民眾怎麼樣犯起認知 其實我認為個人應該要推動他的所謂的民智的消費 民智的消費 也就是他要落成他的個人社會責任 那為什麼責任是在他 因為第一個他是消費者 所有的生產都為他 所以他其實應該承擔這個責任 第二個呢他很有力量 為什麼 因為消費者主權 消費者想要買什麼東西 生產者就必須要跟他來服務 所以這兩個力量之下呢 這個民眾 一般的民眾其實會有很大的力量 那我今天以下呢 大概剛是我的一個開場 那以下大概是針對今天這個 我們 台大風險中心這個巨座 那我來做 他的這個幾個議題的回應 大概是從內部的 外國層的內部 還有建構有區電力市場 還有啟動這個 綠化體的資本 那我知道我們國家呢 在1998年 舉辦第一次全國人歸議 2009年10年後 我們設定了再生項目標例 再過10年呢 我們要去2019年去修改 那麼在這一版本裡面呢 我們已經把2025年的定了一個目標 那就是再生項目標 那就是再生項目標 那也就是這邊提到27個計畫 那希望這樣發電片比 能夠達到這個20% 那另外呢也要求大用戶要進責任 那要有這個20%使用的綠電的這個義務 那其實我們國家呢 在這個議題上已經做了一些努力 啟動 第一個要求環評 這些綠電 特別是一樣供電 有一個期限讓它通過 那另外呢也啟動了再生綠色平增在2017年 那現在大概也發行了 大概2019年大概發行了6萬多帳 那另外綠色金融 那也用這個股購費率很高 當然是引擎生意 但是它有效 那目前的規果達到1.3兆 那我們另外還有 可以用這個綠色的債券 畢竟在今年年底也會達到1000億 這個規果 那另外這次的理由呢 那麼就是讓這個能源大用戶剛剛有提到 所以這個是我認為我們國家在推動能源轉型 發展綠能的一個四支鍵 那這個其實目前都在啟動之中 那怎麼樣去建構一個永續的這個電力 那其實呢我們就看歐文的經驗 它認為要經過永續的電力呢 要三個這個作為 一個就是電力系統要拖攤 第二個要精進活動要電力化 那第三個就是電力的產銷 那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有個羅門 也就是說我們要趕快發動這個綠色的電力 那另外呢要分散這個電力 也就是說最初它會創造一個所謂的產銷者 就是讓用電者變成供電者 那因為用電者變成供電者 那因為用電者變成供電者的話 它這個電網會不穩定 所以必須要智慧電網 好 然後必須要做這個結電渲量反應 那必須要讓它作為的話 要IoE AI導入進 那最後呢到2015年 就要能夠拿到一個波碳的電力系統 那這個波碳電力系統就是所謂的永續的電力 那但是要靠要怎麼樣做到 其實有三個市場的力量 一個就是綠色正珠我們已經有了 第二個是節電的白色正珠我們還沒有 第三個我們探權交易也還沒有 那這三個力量其實是來驅動 剛剛講的那些技術 那些技術的提升 或者是能源的繁型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市場的助力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這個 那個探電價物理 那這個是這個 諾貝朗留守Nohaus 那他怎麼講 他說 探電價不但有效 而且呢 簡化複雜的減碳工作 關鍵是要高探價 關鍵是價格要高 所以他說我們要實施這個探電價的兩種做法 一個課稅 一個就是做總量跟交易制度 那兩個在選領上呢 是improvement 兩個在選領上是完全一樣的效果 但實務上不一樣 因為實體社會跟選領不一樣 那實體的話是怎麼樣呢 是探稅制度的稅率穩定 但是呢 總量不太容易控制 交易制度呢 是價格波動 影響公司的決策 但是總量不太容易控制 所以呢 他的這個講法就是說 那麼兩個制度都好 但是關鍵就在於 誰可以讓價格比較高 那如果再進步去談他這兩個的特性 那麼在環境有效性上 剛剛提到 那麼這個 標義制度也有總量補置 所以優於這個探稅 那麼高探下來講的話 因為整個碳市場 價格有波動 所以有可能需求形成之後 價格就可能高 所以他就可以 遇到大的機會 那順利的調整呢 會涉及到一些行政的 一些立法的程序 所以這個部分呢 那麼是會比較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即使 會招反派 那更重要的是公共才能 因為有很多的 所以必須要建構一個 能夠全球合作 全球合作的來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你今天你多排 你在其他地方 交換的話 你不擔任要買購 不能見 所以這個探權交易制度 總量是這個比較容易去 創造一個全球的合作 那其實更重要的是 衍生更多的經濟活動 因為在這個探權交易制度之下 有很多的這個避險 因為氣候變遷 然後有很多的這個風險 經濟這個轉型 所以必須要去做這個風險 那也會激勵很多的 集中的科技 去觀念這些的一些商品 一些活動 那其實更重要的最後一點 那就是讓我們的富汗 能夠很快地能夠落實 那這個就是我在2018年 那麼在英哥呢 那麼做了一個富汗的一個投意 在今年2019年 然後我幫這個台灣南雀巢 做了一個富汗的一個南雀巢 那這個是今年 我們在科技部的指導項 我們讓台北大學裡面的 菲文化 裡面的這幾種商品 變成富汗 然後讓學生呢 來購買這個富汗的商品 所以我們在推動這個 我們有叫做三R一體 那所謂的第一個R就是企業社會責任 就是這間產品的廠商 它是富汗 第二個是PSR的R 那就是大學社會責任 第三個就是PSR的R 有個人社會責任 所以我們希望去創造一個 三R一體的好像一個模式 這個很感謝這個科技部的指導 那未來呢 桃園國際機場 請我去幫他們設計一個 一個富汗紀念品 所以在明年的10月以前 就要完成 另外呢 有一家食尚公司叫Pickle Pit 那他呢 也希望他的食尚產品 能夠變成一個富汗 所以未來我們要協助他來變成一個富汗 所以富汗呢 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可以馬上的達到 那稅的話呢 基本上是有一些限制 因為他是一個富向 如果要繳錢被罰的 所以會有人性抵抗 所以這個會產生比較多的溝通 第二個是他稅率呢 一開始可能是太高 不可能太高 所以他很低 那低的你會想平高是很困難 除非一開始實施的時候 就宣布幾年後平高到多少到多少 但是這個會加強 期到這個溝通的時間 那第三個是很重要的 真正的關鍵 政府收的稅 能夠去減判 那麼大家缴的稅 那麼就沒有特別需要的禁業 所以這才是一個真正前代的問題 那第四個是他也真的經濟活動 他沒有辦法創造一些跟 綠色就業有關的會比較少 相對來講 那這個是全世界目前的發展 在INBC啊 全球在開放那個巴黎協定 大概有88個國家開放的判定價 那麼國家呢 1998年全都沒有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到了2019年的今天還沒有形成 在探求一制度 所以我們國家在這個制度上的設計 那麼這個太長了 其實是相當的沒有效率 那麼在雷稅也一樣太長了 2006年開始開民意 那到了2018年 民意白皮書才提到說明年 2020年 那麼打算要完成這個策略規劃 通通都開判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國家呢 是很有形成能力 但是決策做什麼工具的時候 是猶豫不決 那這個是一個關鍵 因為很多國家都已經在做 那我們還在做這個思考 那所以呢 那麼整個探地下的好處 是能夠讓簡單工作 為什麼會簡單化呢 因為它訊息非常明確 就是科技者 科技的開花者 他看到訊息了 那生產者也看到訊息了 消費者也看到訊息 所以大家的訊息都看得到 所以都可以很快的行動 那在綠色金融這個部分 其實我要可以報告這個 在2017年的這個 英國投資銀行 他們就針對他們投資一塊 一塊錢的這個綠色金融 大概可以創造15.4度的綠電 大概可以減8.2公斤的這個白碳量 這個是綠電的一個 非財務的一個效益 那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綠色金融 那另外綠色融資呢 也不是說都賠錢了 它的報酬率10% 比一般的獨常的這個融資 報酬率都要高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生意 可以去做 那我們國家呢是10年很慢 10年開始在思考這個綠色金融 到了2017年的時候 那比較有距離的一個行動 那目前發展已經很快 10.3兆 那綠色的債券呢 已經都成形了 而且下面股定中的成長 那但是綠色金融會面對幾個問題 就將來你要怎麼樣去做這個綠色的融資 這個股貼要怎麼做 那另外呢 有些企業面對進入風險 那你怎麼樣去給它做融資 你的資金的配置 你的品質要怎樣去決定 也就是你的 預設的信用風險的平等 這個能力要加強 那我的經語是這樣 這 預設 預電交易 節電交易 和韓交易 這三大市場力量 絕對要不可不適 它絕對是一個國家 在能源轉型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市場力量 所以這是一個國家在品層 設計上不可破缺的一個制度 那2050年大家都要看中和 我們現在的每一轉型指 談到2025年 所以呢 我強烈的建議 政府應該是在明年 2020年是一個非常好的coming 那麼它也舉行一次全國人會議 來規劃2030、2040、2050的 我們的綠列的發電的戰 那否則呢 2025以後 我們不知道國家將來帶我們到哪裡去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畢生金融是全球的一轉型 最重要的一個力量 因為都是要靠錢 所以這個錢呢 剩下的兩個議題 一個是規模要過 第二個配置要退 也就是說你不要配置所有 你的規模不夠大 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是我們以上 今天跟大家分享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今天您 很精彩 告訴我們請問 最主要過渡到 透漢的社會裡面 標的就是漢 所以怎麼可以判定一下 然後我們用 市場跟這個金融跟機制 那這個我們現在可以回歸到 所謂這邊 你自己的標的 除了事物和你分成 這個 不重要的就是 這個問題是什麼 在我們中央政府裡面 那 剛剛也提到說 這個 非常重要的是 社會裡面 我們接下來就是這個 民間黨 純粹是有公平的 這個 會結 是 他長期做 社會治理的 角度來給我們看看說 在台灣現況裡面 他們所經歷的這個 社會治理在 也就是 在前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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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